借钱换迪亚克的房 商业时候休息质蛮苦的 零到一个亿用了多长时间 两年一年一个店 烤八十万左右的金融 现在多少价钱 人球已经一千一百万 那你现在一年的收入是多少 三个亿种 你是医生 那你这些商业思维是怎么来的 大家好 我是新年猫的创神 我们新年猫是来自于森林家 装作皮肤清洁的轻美容机构 那你现在的用户 大概是什么样的画像 二十到三十 男性男女性 男性占了百分之五十 男性居然占了百分之五十 每次客户的消费的客单在多少 一百块钱左右 也卖卡吧 我们的卡都是以次卡为主 那主要是哪些服务 那其实我们进到美国的话 其他的项目很多 你能满目 从面目到身体 从内到外都有 但新年猫只有五个SK 现在多少家电了 现在全球已经一千一百家 一千一百家电了 一百家电都是加盟电吗 基本上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加盟电 百分之九十是加盟电 然后现在盈利状况怎么样 我们的币电力不到百分之二 投资大概多少 单电的模型三十平方到四十平方 然后投资了大概十五到十八万 现在销售额能做多少来一年 单电的话一年一个电 然后八十万左右的进入 那你现在一年的收入是多少 整个公司的话 去年是在三个亿左右 去年三个亿 今年呢 今年 翻个1.5大两倍 1.5大两倍 保守一点 6个亿左右 是吧 这是西脸猫 是你做的第几个项目 西脸猫 其实是我第三双眼 前两次是失败了 还是卖掉了 我本身是医生 第一双眼是 02年在深圳做家电消费品 那个时候赚了多少钱 几十万 算是第一桶金 但是败的也很快 亏了多少 04年我B2B找了互联网 那就亏了 那个时候是个风口是吧 但是发现其实不适合你 对不适合 我觉得跨界太大了 基因也有问题 所以那次创业 给我了一个很深的教训 就是不能做跨界太大的东西 第二个如果要做 一定找一个很熟的人 或者懂的人 或者你在行业沉淀 那为什么突然之间想去做洗脸帽 一个什么样的契机 让你发现了这样的一个机会 这次创业呢 我在第二次创业失败了 我都在想 我如果要第三次创业的话 一定要选一条比较不错的行业 第二个呢 我要一定要沉淀足够长时间 因为你应该说三年才入行 看到一个没有媒体广告 还我想出悬医的 然后就是你成长 进到前公司去做 加工联署和区域管理去 因为本人前公司 它有三条线 物品的研发制造 医疗美容设备和 然后再加免核机构 那么既然巧合就进去了 为什么做这个呢 是因为做了九年之后 其实团队会经常复盘嘛 做高端买卖 它是竟然都会消费主 会销呢 就发现很多客户啊 其实不愿意到场 就是整个市场 对美容行业会 确认缺失的问题 因为客户永远不知道 我买的东西 是不是最便宜的 你给我的价格是最合适的 那受益见于这种情况 其实我们在想 我们是不是可以让 所有的客户 能够有一个透明的 比较放心的消费场景 放心安全安心的一种消费 消费场景对 然后呢 让所有的消费者 对美容行业 从事这个消费性 你从零到一个亿 用了多长时间 三年 三年 就是从做系列王开始 三年时间销售 应该说再说短一点吧 应该是两年 两年就过亿了是吧 今年应该可以达到六个亿 差不多 那应该现在是创业初步成功 还是刚起步吧 这个行业 因为市场太大了 同时呢 对于这个行业来讲 其实我们的这边 其实在这个行业的展美还很小 你觉得市场空间有多大 打比方吧 美容院跟皮肤管理 在全国上下30万家 30万家 但是它30万家 是做的10%的生意 那就拿20岁到60岁的女性群里 拉出来4个亿 其实它做的是4000万的生意 而新年帽子做的是 另外90%的内部文人生 所以你可以理解为 就是你做的这群用户 就是不去美容院的用户 或者他觉得美容院门槛很高 他觉得美容院的服务不太透明 他对美容院的服务不太满意的一群人 其实我们的定位就是叫做非客户的生意 对做非客户的生意 这是你的一个商业模式创新 对 一个是他不进美容院的 那90% 因为性别原因 或者是消费原因 进不去美容院 第二部分是什么呢 我怕去美容院的 他没喝酒菜 对 就很像我刚记得一句话 把16个一样的 套上和黄了几个 一个 做的同样是非客户的生意 现在同行对你的模仿抄袭很多 我看到了猫 我还看到了熊 复制的很快 所以您觉得有护城河吗 你这个生意 我觉得这是好的事情 为什么这么讲呢 当然说了 其实我们的市场体量会比美容院大三到五倍 那也就是说 其实新年猫现在成功才一千多家 如果全部的精力加起来 可能还不到一万家 那还早得很 那么多人来做的原因 那我就证明 我的市场一定不是一个为命题 一定是存在 这是可以确定性的 你从零到一千家店 你觉得你做对了哪些事 尊重市场 尊重消费者 不要去违背市场的有限规则 其实就是把用户放在第一位 对 尊重用户 尊重他 尊重用户 太棒了 这传统的美容院还能活下去 我觉得传统美容院它早上能活 一个是在它的原来的服务 专业程度会越来越高 单顿体量会越来越大 越来越专业 价格可能会越来越高 但是呢 它的门店数量会减少 为什么本身是公大一筹 反而像青丝美容赛道的会莫属会越来越多 锤子戏份的品会越来越多 新年王的文化是什么 让消费者用最极信价比的价格 买到最核心的服务 就是我们整个公司上下贯穿的一个协模 其实我听到的更多的就是把用户放在第一位 尊重用户 爱用户 不让用户花冤枉钱 得到极致性价比的服务 这个其实真的是就和其他的美业完全的不同 就他们追求的是高客单 怎么把客户让他们生挖 而你们就是极简透明 对 我觉得这是做对的 这就是用户的暴力 这就是用户的痛点 对 用户的暴力 用户的痛点 就是新的商业机会 你觉得你人生赚到多少钱 证明你的价值 按照我们现在成长国体 其实我们在五年之间可以完成一万家店 按照我们门店的行销数据来讲 我们的总的节目率 大概可以达到160到180亿 那也就是说按照我们自己的 一人拆除来讲大概10% 10%的话也就是20亿左右 20亿左右 20亿左右 那这五年都达成 那就不是你人生的目标 因为你现在这么年轻 我觉得你说是110亿号 210亿号 其实如果说一直坚持做对的事情 那里面都是问题 你是一个医生 那你这些商业思维是怎么来的 就是我觉得您的很多点都特别对 第一是你会聚焦 第二你去创新 创新非客户 大家都在服务女性客户 系列猫 独树一致 我们有50%客户居然是男性 大家都把ISKO做很多 然后你只有五个ISKO 做极致 做极简 做聚焦 其实我学习 学义是迫不得已 整个家族都是学义的 然后回去学义 其实我爸妈做生意 所有人他们都喜欢做生意 我爸爸也是一个 还是喜欢做生意到的 一会儿建酒厂 一会儿搞这个 一会儿搞那个 其实有很多的经营 所以有耳肉污染 以来源于我的父母 但你父母的生意没有你做的大哟 你怎么超越他们的呢 你是怎么样拥有这些思维 你每一年 花多长时间去学习 一个月最起码花一个钟 那你在学习上花了多少钱 今年应该是超过百万的 那也就是累积下来呢 参加各种各样的学习 那这几年级了 三四万 所以我经常都说 我说创业者最大的焦虑 来自于认知焦虑 是的 所以我们创业者是靠认知变现 我目光企及不到的地方 我认知企及不到的地方 我财富一定企及不到 对 洗脸毛接下来的目标是什么 五年之内必须要 干到一万家店 因为其实到年底的话 其实可以超过两千 我觉得增长分两个维度 可以跟你分享一下 第一个维度是我们不断地开店 我们从一千家店到两千家店 三千家店 五千家店甚至一万家店 但本质上 我们还是一个资产很重的服务营 是的 那么它可能是赚钱的 但是呢 它可能 它的未来性和前瞻性在哪 所以我觉得你现在应该 做一个重点的布局 没错 应该把所有用户 到你这里的皮肤数 那么我们未来就可以 切除到供应链了 我们对用户怎么进行皮肤管理 甚至我们切除到生物科技 皮肤管理 在这个领域当中 实际上你公司的估值 和未来性更强 这一点是我们所有创业者 必须要跟马斯克去学习 是的 因为马斯克是从未来 创业到现在的 是的 未来一定属于科技的时代 是的 很多时候我们国家的 很多的国内的一些 国产的这种 护肤品也好 化妆产品也好 和大品牌之间 其实差距还蛮大 特别在研发上 在技术上是真的有差距的 我们如果没有数据作为支撑 我们是不知道怎么做的 比如说北方人的皮肤 南方人的皮肤 广东人的 云南人的 贵州的 四川的不同的地域 不同的年龄 不同的环境 春夏秋冬的不同的季节 皮肤纯正的状态 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甚至我们就可以 根据这些数据 来为用户进行了 真正的私人定制 按需分配 没错 所以我觉得 这是我的不成熟这些建议 非常对 可能会有点远 最后一个问题 作为一个拿到结果的 青年创业者 你觉得创业者 应该具备哪些品质 提前吧 这个性格来源于 其实我们家族 是当兵的一个原因 其实我们 从小的时候 我们家吃饭很快 老人家不上桌 不能动快 动快完之后 多长时间吃完饭 是有标准的 我老爹就实施了这个标准 那其实同时呢 他其实也会 磨练一下我们的心智 其实这个坚韧的性格 来源于我整个家庭 他们的这种 均韧的性格有关系 执行力强 第一个是坚韧 第二个呢 跟医生的职业有关系 也会导致我 付出了极高的成本 因为医生呢 他是很讲数据的 追求完美的 就是因为有时 追求完美的一些想法 就会导致我在 做事情过程中 反而付出极高的成本 因为你要追求 极次完美的东西的时候 背后一定付出 代价是极高的成本 今天补贴了整个市场两千万 这是可以放到我包里面 那么现在我们补贴出去了 非常难 因为去年有几百家店 遇到了很多疫情 都关店 然后要陪住 要陪人工人办 补贴了六百多家店 每家店补贴差不多一万块钱的产品拿给他们 然后到今年 其实我们会有一千两千家店 因为也因为去年导致一些原因 甚至说一些新链成长 因为我们每家店也补贴了 办理能量补贴 每家店一个月一千块钱 就基本上他做得下去 我觉得你这个叫延迟 是因为你有更大的目标 你有更高的追求 所以你不在乎 现在我包包里装多少 我愿意拿这个钱去补贴 不管是补贴经销商 还是补贴用户 方一鸣是一个特别懂得延迟满足的人 就有的人比如说 做到了十个亿二 觉得可以了 赶快去打包上市了 然后找头证进来了 但是他觉得 因为一个人有很高的目标的时候 他就不太计较于当下 所以其实叫做延迟满足 所以您总结的 我觉得特别好 第一个坚韧的品质 第二个对细节的极致的追求 完美死后细节 最后就是克制 延迟满足 长期主义 特别好 所以您在创业之前和创业之后 你觉得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其实我的感受最深的就是什么呢 我对我太太的态度 发生很大的外面 前几年结婚 前几年其实我对我太太太态度不太好 说实话 指的不太好是什么 会胸牌 但不会当不动 绝对不会动 就是会把不好的情绪 直接给到自己的爱人 对 这两年这个变化是怎么来的 这跟创业有关系 因为其实我能理解 其实他在家也是工作 而且他的工作一定不会比我轻 因为家里面那一摊的事 我跟你讲也不少 我三个孩子 太辛苦了 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对他好一点 其实胸完之后 有时候我才可以反映一下 那也觉得 真的 太好 其实这个是我最大的受 因为其实一个再成功的人 他还是要回归家庭 是的 回归家庭 家庭一定是最后他的一个归属 这个倒是蛮奇怪的 就是有的人是事业 做得越大脾气越大 您还是事业做大 我反而皮起来小了 这个成长一定是发生了某些事 你觉得有吗 可以分享 是的 因为其实在创业的时候 其实是蛮苦的 是2018年 17年 19年 20年都是借钱 贷款 抵押车 抵押房 其实我每个亲戚都会有借钱 他的太太从那边有一句的怨言 甚至都很支持的 从精神上 各方面都很支持 包括 你去旁边 家里面有我 然后小孩能爱好 抱歉 你是哪一年 特别感动 八一 八一 所以说他是等待了 也陪伴了你的成熟 是的 可以这样讲 对 所以其实 那借着这次采访 你想跟你太太说什么 说感谢 只能说 以后 用对他好来 表示 这种感谢的预言 所以 其实你能在外面去打拼 能够 全身心的去投入 跟你的老婆 对你的支持 有很大的作用 对吧 所以这也是 告诉所有的创业的男人 不要觉得自己赚了点钱 就好像很了不起 对 因为女人也可以赚钱 所以我觉得 智慧的男人 有能力的男人 一定是会让自己的老婆开心的 能让老婆开心的男人 一定是有智慧 也是有能力的男人 所以 我们看到了王总这样一种变化 刚开始是这种大男子主义 但现在 更懂得去爱家庭 爱身边的人 所以看到了一个 更成熟 更稳定的一个创业者 这其实是非常重要 因为创业不是人生的全部 是 爱富也不能够代表一个人的所有 我们对待家人 对待爱人 对待身边人的态度 这也是我们必须要去成长和完成的 所以我觉得做一个成功的人 可能需要天时地利 人和 但是我们努力一点 做一个对家人 对爱人 有价值的人 有趣的人 我觉得这件事情 大多数普通人都能够做到 那我们都做一个有爱 有趣 谢谢 对家人 有帮助 有价值的人 啊 中文字幕——YK